大家好 今天这盘棋是1974年 中日围棋友谊赛当中的一盘棋 对阵的双方是中国的聂伟平和日本的公本之一 这盘棋对于聂老来讲 是一盘非常具有意义的一盘棋 也是他第一次战胜了日本的九段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聂伟平直黑先行 白棋是公本之一 黑棋对角星 白棋对角小木 黑棋挂脚的时候 白棋在左上角拖先 抢占了右下角的大飞手脚 黑棋大飞压 白棋靠出来 那么左上角这个变化最常见的下方 黑棋是要在这里挖一个 白棋打吃 黑棋站住 白棋连接 下面黑棋一个重要的次序 就是先打吃这个白棋 把白棋给分段 然后黑棋呢再进脚 那么下一步 白棋是要三路一爬 黑棋呢大致要粘住 白棋跳出去 黑棋二路一飞 白棋再一跳 那么下一步呢 黑棋可以从这个方向跳出去 也可以从这个方向跳出来 这是双方的最基本的一个变化 实战工本职业在这里走了一步新手 白棋呢就是从这里立下去 走了一个钉死 看上去这四个白棋的气息比较重 但是呢这个立也是强调下一步白棋要搬到脚上去 还有白棋可以跳出来 两个好点的下方 那么这一招棋呢也让聂伟平感到有点意外 那么实战的聂伟平先从脚上立下去 白棋大跳出来 然后呢黑棋小飞 那么黑棋小飞啊遭到了电脑AI的批评 这个时候电脑AI认为 黑棋比较有力的下方 是直接从这里压出去 因为脚上的黑棋是活棋 白棋也只有在这里长 黑棋呢继续压 白棋长了 黑棋呢就一路的压制过来 当白棋再长的时候 黑棋呢就从这里逼住上方这个白棋 那么黑棋这种作战呢非常的生动 实战黑棋呢还是选择了二路出头 白棋一跳 下一步黑棋连接开始出动这两个子 白棋从上面对黑棋展开的进攻 黑棋跳出去 白棋天一 看上去黑棋的本手是要跳向中央 但是呢毕竟啊这种出头啊没有什么目数 实战呢聂宇平选择从这里逼住了白棋 先发展黑棋脚上的空间 那么这一招棋也是值得大家借鉴的一招棋 那么黑棋逼住以后 然后呢双方啊再在这一带想办法出头 如果白棋再跳出来的话 黑棋呢顺势跳向中央 那么这时候白棋选择从上面来封锁黑棋 黑棋跳出去 白棋小尖了 黑棋呢小尖出头 那么上面的白棋为了出头 也只有依靠这种压制黑棋的下方 把上面的时空全部都让给黑棋 然后呢抢着这个跳出来 那么这种下方呢白棋虽然出了头 但是呢黑棋上方转化成时空 黑棋也是十分满意 那么下一招棋 聂宇平啊在这一带的出头 走着一个相簿 这也是在寻找出头的一种节奏 如果白棋冲的话 这个时候黑棋再跳出来 这一带黑棋的出头啊 比较的畅快 那么实战呢 工本职业 选择从这里 镇住黑棋 黑棋贴下去 那么下一招棋呢白棋 踩尔 这是一种稳健的下方 先把自身啊先加强 慢慢的威胁中复的黑棋 那么下一招棋 看上去中复的黑棋 需要继续出头 但是呢这个时候 聂宇平继续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 抢战时空 大飞了一把 那么黑棋走到这个大飞 这个时候从局面上来讲 黑棋已经占据了时空的一个领先 那么左下角和右下角 黑白双方的差不多 那么黑棋在上方已经占据了两个角 那么作为白棋来讲 只是在中央有一些势力 下一步势必然白棋要对中央的黑棋展开猛攻 要通过攻击中央的黑棋来获得利益 保持局面的一个平衡 那么白棋震住以后 黑棋呢 刺了一个 白棋并没有占 而是呢 加强外围 就是要封锁中央的黑棋 那么下一招棋 黑棋二楼一点 时机非常好 白棋挡下去 这时候黑棋不能冲 白棋一挡 黑棋拐的时候 白棋站住 这个地方黑棋还要退回去 白棋在一连接 黑棋在这一带是没有办法分断白棋 那么当白棋挡下去的时候 黑棋直接就爬了回去 白棋站住 下一招棋呢 黑棋冲下去 保证了中央黑棋的眼位 那么下一步 白棋跳了一个 继续封锁中央的黑棋 现在黑棋已经占据了时空的领先 但是呢 白棋发展的重点 也是在左边 这个时候聂伟平选择了拆边 走在了四路 那么这一招棋 也是聂伟平比较后悔的一招棋 他认为这个时候的白棋 中央非常的厚 那么这一招棋呢 离白棋的后市有点近 被白棋这样逼入以后 黑棋在这一带 即使能得到这个柴儿 但是呢 这个棋型也没有安定 而且呢 白棋将来还有近角的一种下方 那么黑棋脚上的时空啊 将受到破坏 如果黑棋在这一带 守脚的话 白棋呢 就会抢得加工的这个好点 那么这个时候聂伟平认为 黑棋这一招棋 是应该走在三路 当白棋 不管从哪个方向逼住的时候 那么黑棋呢 一招尔就轻易的获得了安定 那么实战 黑棋呢 走在这四路 白棋从这个方向逼住 那么黑棋呢 先刺了一个 白棋一抵 最终黑棋呢 选择了小棋 先护住脚上这个时空 那么白棋呢 就抢占了加工这个黑棋的好点 如果黑棋小棋 来封锁这个白棋的话 那么白棋呢 大致要从这里 最大限度地逼住 黑棋这个大飞手脚 这一代白棋就出现了发展的空间 黑棋呢 大致将来还要在这一代 清销白棋 这个时候白棋脱货 黑棋呢 在这一代定型的方式 也只有白棋切断 黑棋就一路地打下去 白棋拐持这个黑棋 这一代的白棋变得非常的厚 那么这个黑棋呢 将要遭到进攻 黑棋呢 大致还要补一手 那么白棋呢 在这里面有加的一个手段 黑棋立下去 白棋再长 黑棋站住 白棋再冲 黑棋挡住 白棋呢 就在这一代分段黑棋 黑棋先打吃一个 白棋站住 下方呢 黑棋再拐一个 白棋一喉 黑棋站住 这个时候白棋可以从这里 加住黑棋 虽然黑棋可以把这四个白棋 给吃住 但是呢 白棋在外围收器 都会变成仙手 这一代的白棋一旦走后 对这里的黑棋也是一种威胁 那么这两个黑棋将会遭到严厉的一种进攻 所以说在这里的战斗 聂为平呢 考虑再三 没有选择这个小坚 而是呢 先抢占一个大场 白棋小坚 开始对这两个黑棋 展开了进攻 那么下一招棋 黑棋如果 跳起来的话 那么白棋将跟着往外跳 白棋的右下角越来越大 黑棋在这一代的刑棋 很有可能啊 就影响到中复黑棋的死活 所以说聂为平这个时候呢 并没有出动这个子 而是采取了以攻为首的下法 加攻 这个白棋 白棋病了一子 也是强调两个拖过 下一招棋 黑棋呢 先把这个子飞回来 威胁白棋这个大飞手脚 白棋小坚了一口 黑棋坚底 白棋立下来 那么下一步 黑棋采取了 浅销白棋的下方 那么黑棋在这一代的作战 思路非常的清晰 如果白棋只是简单小尖 吃住这个黑棋的话 那么黑棋就从上面押住 白棋再铁 黑棋呢再长 那么白棋在这一代 获得这点利益 是不太满意的 那么黑棋呢 这一越走越后 那么在这一代的作战 工本职业走得非常的好 并没有吃住这个黑棋 而是呢 在这里点了一个 很显然白棋就是想整体来进攻啊 右边的黑棋 下一步 念玉平从这顶了一个 开始整形 也是期待白棋这里一拖 黑棋呢 再一顶 白棋粘住 黑棋呢 再一跳 黑棋这一代的棋型啊 非常的完美 所以说当黑棋顶的时候 白棋并没有选择拖过 而是呢 选择从这里抢占了棋型的要点 黑棋呢 跳下去 白棋一顶 黑棋挡住 下招棋呢 白棋从这里一挡 双方啊在这一带形成一个打结 就是黑棋从这里打吃 白棋反打 黑棋提掉 白棋呢 再打吃 那么这个结 对于双方来讲 都没有把握 所以说当白棋挖的时候 黑棋在这一带脱先了 先小尖了一个 先保证啊 黑棋这一带的联络 那么下一步 公本直役 一看啊 在右边 对黑棋 也没有什么好的严厉的手段 于是呢 白棋开始啊 对上面的黑棋 展开进攻 顶了一个 黑棋挡住 然后呢 白棋再一虎 下部要把这个字连回来 破坏黑棋的眼位 那么这个时候呢 黑棋并没有切断白棋 而是呢 先拐了一个 冲击白棋啊 这一带的弱点 白棋先顶住 下招棋呢 黑棋 靠出来 白棋一扳 紧跟着黑棋从这里一顶 保证啊 这里有一只真眼 将来呢 黑棋一切断 黑棋在中央啊 成活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当黑棋顶的时候 白棋并没有直接把这个字连上去 破坏黑棋的眼位 而是呢 先从这里打吃黑棋 消掉了 右边啊 这个结征 那么黑棋呢 也挡了下来 把下面呢 转化成时空 那么双方走成这个局面以后 黑棋啊 就把白棋逼到了 必须要吃住 中央这些黑棋 白棋啊 才有机会 取得胜利的 这一个局面 那么下一步 白棋势必然 就要强攻 这些黑棋 把这个字 沾了回来 那么黑棋呢 在这里先冲 白棋挡住 黑棋一扑 白棋提掉 黑棋呢 再打吃 在这里呢 黑棋的下法 就是要让 白棋这个气 变紧 那么下一招棋 黑棋从这里 靠了下去 这一招棋 也是本局的 聂尾平一个胜招 当黑棋靠的时候 在这一代 白棋居然没有好的下法 如果白棋 选择 从这里 挖吃黑棋的话 那么黑棋反打 白棋呢 还不敢提掉 马上啊 这些白棋 遭到黑棋的收器 白棋呢 也只有反打黑棋 黑棋提掉 白棋呢 咋吃 黑棋就粘住 白棋从外围 封锁黑棋 黑棋呢 粘住 那么这里的白棋的断点 非常的多 白棋呢 先粘这个断点 然后呢 黑棋从另一段 黑棋也可以从容的突破 白棋的封锁 那么对待黑棋这个靠 如果白棋选择三路斑的话 那么黑棋就顶一个 白棋挡住 黑棋一吼打吃白棋 白棋粘住 下一招棋 黑棋一断 白棋呢 也只有从二路打吃 黑棋往外一场 当白棋二路爬的时候 黑棋再一场 威胁门吃白棋 那么走成这样以后 将来黑棋这里可以冲出去 那么边上的白棋呢 气也非常的紧 那么黑棋呢 出头不成什么问题 那么最终白棋选择了 从这里打吃黑棋 那么黑棋呢 就粘住 粘住以后 这些白棋被切断 实在呢 白棋走了一个虎 黑棋挡下去 白棋一虎 黑棋呢 先切断白棋 从这儿打吃 白棋打吃这个黑棋 保证了这些白棋的活棋 那么黑棋呢 先没有反打 先从外围打吃白棋 白棋 粘住 黑棋 提掉这个白棋 如果这两个白棋 被惊吞的话 黑棋左下角非常大 所以说白棋呢 这里还有 虎出来 那么黑棋呢 打吃脚上的白棋 这个时候白棋呢 还不肯提掉这个黑棋 如果被黑棋 在这一带先动手的话 那么黑棋的左下角 发展的空间非常大 所以说呢白棋还要 把这个字藏出来 黑棋拐出去 白棋呢 继续封锁黑棋 黑棋打吃一个 白棋反打 黑棋呢 提掉 下招棋呢 白棋挡住 黑棋呢 先打吃一个 白棋站住 这个时候 黑棋从这里一团 中复的黑棋 已经安全了成功 白棋还要把这两个字藏出来 下招棋呢 黑棋稳健的吃住脚上的白棋 白棋呢 还要在这里补一手 黑棋再一冲 白棋再藏 黑棋从这里 大飞了一个 白棋呢 加吃这个黑棋 下招棋呢 黑棋从这一顶 白棋 站住 黑棋呢 吃住这个白棋 那么黑棋吃住这个白棋以后 从全盘的厚薄上来讲 还是从全盘的实控上来讲 黑棋都占据的优势 所以说 白棋必须想出一些特殊的办法 来保持全盘的一个平衡 于是呢 白棋先点脚 黑棋挡住 白棋呢 先刺了一个 黑棋 稳健了一个小肩 白棋呢 带着赌了一个小肺 也是要威胁黑棋这一带的联络 同时呢 要最大限度的扩张了中央的墓属 黑棋病了一个 然后呢 白棋一立 黑棋挡住 下步白棋 跳下去 紧跟着就要冲断黑棋 黑棋呢 选择从这里 站住 白棋 二路一拖 也是要疯狂的抢占关子 黑棋走得非常美健 从里面搬住 白棋一退 黑棋从上面一压 白棋退回去的时候 黑棋二路一趟 白棋半战 这是一个双仙的关子 白棋站住 黑棋呢 连接着 下张棋 白棋点脚 黑棋倒 白棋小剑 那么黑棋在这一带的下方 也是把这个脚让给了白棋 黑棋打吃 白棋站住 黑棋一连接 把下面这些黑棋都转化成时空 白棋呢 还要在这一带补一手 那么在脚上这个作战 黑棋把脚让给了白棋 但是呢 在这一带的作战呢 黑棋获得了一个先手 抢得了这个小飞 白棋拐了一段 黑棋顶住 白棋打吃 黑棋站住 下张棋呢 白棋开始扩张中央这个时空 黑棋肩顶 白棋挡住 黑棋团了一段 白棋站住 黑棋一冲 先把掀出关子 先抢到 下张棋呢 黑棋一拐 白棋干住 黑棋呢 就从这里扳了出来 白棋一团 黑棋站住 白棋呢 退了 然后呢 黑棋小剑 继续压缩中央 白棋这个时空 白棋分断黑棋 黑棋站住 白棋一拐 黑棋一冲 白棋踢掉 那么这三个 白棋的气比较紧 白棋呢 也没有办法冲下来 然后呢 黑棋一点 威胁这个断点 白棋靠出去 黑棋呢 往上一掌 白棋也只有先站住 黑棋 那么黑棋呢 在这一代就成功的破坏了白棋中复的潜力 那么中复白棋的潜力被破掉以后 那么这盘棋呢 白棋就大势已去 这盘棋呢 聂尾平以他优越的大局观 第一次战胜了日本的九段 好 这盘精彩的对决 我们就欣赏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